2018台湾美食展即将于10号到1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 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一号特别举行展前记者会 呈现今年五大展区的亮点 12家星级饭店于8月期间限定推出的美善套餐也首度曝光 会长叶举兰表示为了打造台湾成为美食王国 并以美食创造台湾观光的亮点 台湾观光协会首度将只有四天的美食展扩大为美食月 让更多海内外游客可以在8月美食月期间前往这些餐厅 指明享用他们为美食展精心设计的美善套餐 今年我们把它扩大到各个大餐厅去 我们希望透过美食月的这样一个概念 让有二十几家的大饭店还有十几个集团 他们有参加我们美善套餐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 那每一家餐厅都会提出一个配合美食月的套餐 那这个套餐里头一定要有一道海鲜粥 因为这是为了配合观光局的海湾年 叶举兰强调为了展现观光局2018海湾旅游年的特色 各大主厨推出的各式不同风味的海鲜粥 都将让讨客大为惊艳 所谓这次美食展也首度设立穆斯利美食馆 许多来台开馆多年的老外 竟然都能以一口流利的中文 介绍他们的土耳其特色披萨面包 或是来自印度南部海德拉巴的特色美食 让人大开眼界 这是蔬菜香料饭 全印度就海德拉巴 这个口味是很特别 不仅如此 今年的美食展更是星光熠熠 除了有米其林三星主厨推出米其林奖座 美食展代言人卢广仲也将于整场惊喜现身 希望大家在延年夏日都能来到美食展享受人生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